大家好 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Dr.尤丽 尤丽的日语呢是百合 所以翻译过来就是百合博士的意思 如果你收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也欢迎转发给家人或者是需要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招 就是非常有效的减肥方法 是我亲自试的 我在两个月内呢 减肥呢减掉了五公斤 差不多就是十磅的样子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有些人说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新的变异病毒 Delta Lambda新的出现 尤其是对年轻的 尚未接种到疫苗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大家感到非常的恐慌 在这个时候你不讲讲这个 干嘛还讲一些减肥呢 其实呢越是在疫情之中 我们在家里 家居的时间多 生活呢 规律呢被打乱 饮食习惯等等啊 都越来越不规律 其实这时候越是容易 慢性病向我们袭来的机会 那么其实呢 预防慢性病 你想想我们就可以远离医院 减少去医院的次数 也减少发酵 其实在疫情之中 这是一个看上去不弃啊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减肥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我呢其实一直都是很喜欢运动的 经常在日本的时候 我也喜欢在我们周围的小河边 经常去走一走 跑一跑 在美国的时候呢 我也喜欢到公园里去跑步 顺便用手机拍一些周围的风景啊 觉得生活非常的惬意 可是呢 这个对减肥呢 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我坚持的是很多年的 因为每次呢 出去走一走啊 跑一跑 回来以后呢 就又渴又饿啊 然后又不控制 很快呢又吃又喝 所以呢 这不利于减肥 我现在跟大家要分享的一招呢 非常的有效 这是我亲自体验的 也许有些人会说 肥胖算什么呀 不就是穿衣服难看一点啊 或者是说我不在乎 我顶多就穿一个大一号的衣服呗 那有什么呀 不是这样的啊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 脑鲁这个国家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 是第三小的国家 它的肥胖人数 和它的糖尿病患者的人数之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看 已经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 非常密切的关注 当然也是受 慢性疾病研究家们的特殊的关注 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极端的 或者说太典型的一个反面的教材 就世界上有一个最小的岛国 叫脑鲁 它是挨着澳大利亚的 这么样一个小国家 它的人口呢 只有一万一千人 因为它是一个岛国嘛 它曾经的生存方式呢 是打鱼和农员 所以那个时候呢 它们的人是很瘦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的图片上可以知道 可是后来呢 可是在这里发现了灵矿 它们的生存方式呢 发生了改变 那么以发矿为主了 后来呢 就发现它们的膳食也随之呢 发生了改变 它们的膳食结构呢 渐渐的呢 主要是以糖和纸质为多了 这样呢 它们其中呢 有94.5%的人呢 都出现了过体重 就是体重超重 这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 BMI 就是Body Math Index 这个指数来判断的 就是BMI都超过了25到30 而且呢 BMI大于30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肥胖标准的人 有多少呢 大概有71% 肥胖的比率非常的高 就连它们的总统 也是肥胖者之一 有这么高的肥胖比例的人群里 它们的糖尿病的比例有多少呢 31% 从这个小岛的 这个人口的肥胖程度 和糖尿病的关系 是一目了然的 到了55岁到60岁的人口中呢 糖尿病的比例更高了 就达到了45% 实际上脑鲁这个国家的 膳食结构的改变 而导致了肥胖 又和糖尿病的这个关系呢 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呢 减肥可以预防 这个生活习惯病 这个脑鲁的例子呢 就是一个反面的 一个淋漓尽致的反面的一个例子 减少肥胖 其实就是慢性疾病管理的最重要的 第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自己的体重呢 一直都是处在overweight的那个边上 其实就是联合国组织的 BMI的标准的话呢 就是体重过重 可是要是按照日本的那个标准 其实是属于肥胖 但是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一招 我在两个月内呢 体重减轻了5公斤 看我又可以自信的穿上了浅色的连衣裙 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BMI呢也降低了两个指数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觉得 越是在疫情当中 在家的时间越多 生活可能不习惯 饮食的机会更多了 不像在工作之中 你没有机会去吃 没有机会去喝 像在家里呢 随时都可以拿过来吃的 随时都可以拿过来喝的啊 所以说呢 肥胖的因素 肥胖的这个机会 按说是应该更多了 可是呢 我的这个方法呢 我要分享给大家 是让我在两个月内呢 有一个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我真正的达到了减肥的这个目标呢 是用了一个叫16比8的这个结食的方法 就是16个小时断食 真的是不吃什么东西 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 喝一点白水啊 或者是喝一点茶呀 反正这些无糖的饮料吧 16个小时之间呢 都不进食 那么24小时减到16呢 在8个小时之间呢 就可以吃饭 我一般呢 就是变成了两餐饭哈 那么就是几乎是把早上的这餐饭呢 就免掉了 不再吃早餐了 8小时进食其中呢 除了两餐饭以外 两餐饭呢 都是普通的饭 如果你喜欢吃鱼 就多吃一点鱼 喜欢吃肉也没有关系 都可以多吃肉 碳水化合物呢 像米饭呢 也是普通的在吃 但有些研究认为 比如说哈尔斯海默病 可能会和小麦类的 面包啊 或者是面条之类的相关 我自己呢 在也有意识的在回避 少吃一点 像面包类的碳水化合物 可能会多吃一点 这个意大利面呢 或者是荞麦面啊 这样的碳水化合物 也可以吃一点零食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小把 这个坚果呢 也非常有利于减肥 同时呢 它又能够满足身体的 各种各样的营养的要求 尤其是像它的植物蛋白啊 植物纤维啊 还有就是矿物质和维生素类的 它能够及时补充身体的营养 抑制呢 内脏脂肪的续积 同时呢 也不至于营养缺乏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 你会不会16个小时都不进食 那会不会出现这个低血糖 头晕的现象啊 其实我还真是我亲自去尝试啊 没有 只要你放松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方法呢 还真不会导致低血糖 我觉得人体的这种代偿功能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只是说呢 初期的时候 16个小时的进食 可能有点确实是饥饿呀 有点难耐 这个是一个实情 那初期的时候 你可以不尝试16个小时 可以慢慢来 一开始12个小时啊 再慢慢的增加到13个小时 14个小时 15个小时 16个小时 你也别说 我再使劲加点17个小时吧 不需要啊 只要16个小时就足够了 或者是15个小时就可以了 真的通过这个方法以后呢 你会看到我的减肥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我现在真的是可以穿浅色的啊 小了一号的 连一群 这个让我非常的开心啊 当然你坐下来的时候会发现 肚子上的这个游泳圈啊 以前的腰腹部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坠肉呢 也真的是减少了很多 当然呢 还是有一些的 还要不断的坚持下去啊 既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 又非常的有精力啊 有活力 也没有低血糖的出现 又有一个很好的身材 能够预防内脏脂肪带来的 比如说像糖尿病啊 还有动脉硬化 还相应的这高血压等等这些 就是成人的生活习惯病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受益我的视频 一定要为我点赞 也请转发给 有效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